在浦东新区方电路的玉翠房里 藏着这样的一家低调的私房餐厅 尊严 在他们家实行的是配餐制 所以主厨李大厨对菜品的更新与创意的重视 不属于对菜品品质的看重 正常的话我们每个月都会更新 这就是就更新一个三分之一样的 因为我们是也没什么菜单 主要是都是熟客 如果是常常不更新的话 就是有些老顾客到别家去吃 在我们也就是会常常更新 他就会老顾客呢就是不会跑掉 然而如此频繁的更新菜单 却并非老板提出的要求 而是这家餐厅的主厨李大厨对自己的要求 而对于创新这件事 李大厨也一直兴致盎然 因为我的朋友圈有五千多个微信好友 全部是厨师的 在有些杂质 杂质我是订的比较多的 就美食杂质订的很多的 看他们的菜再根据指寄的比如地方风味 或者这边能买到的原材料 就更改这样 除了在已有菜品上进行改良 李大厨还非常喜欢将不同的食材 不同的烹饪技法进行混搭 以前我老婆是做服装生意的 他也是喜欢服装 服装也是互搭的 大家就会靠 厨师上面原材料 我也喜欢把它互搭 就这样找出灵感 有些客人或者有些同行都说 一天到晚瞎搞 但是味道还好 像这道聊生烧豆腐 就结合了卤菜 杭帮菜和香菜三种口味和烹饪技法 虽然喜欢搞混搭 但面对某些食材 李大厨也会选择化繁为简 回归食材的本味 越好的食材就要用简单话去烹制它 比如5A级雪花牛肉 只需在烧热的火山岩石上制烤 就足够美味 这道马家沟芹菜 搭配简单的油醋汁 更能体现芹菜本身的脆嫩清甜 还有兰州百合 用茉莉花煮成茶来熏熟 既简单又让人眼前一亮 而面对我们今天 既简单又有心意的挑战 李大厨将教我们一道 百合蜜豆煎和虾 集合了李大厨喜欢的混搭 烹饪手法有简单的特点 把百合和蝦搭配 蝦换成鱼片 扇背也同样可以 具体怎么操作呢 第一步 我们先把百合清洗干净 一份百合蝦 就炒就四个这样的百合 菜市场里也有得买的 记住哦 洗干净的百合 要用厨房纸将水分吸干 第二步我们来煎和虾 在锅中加一勺油 热锅冷油 将和虾倒入锅中大火翻炒 基本上两面煎红了 再煎个一分钟就差不多了 出锅前再在锅中 加入一勺黄酒去腥 然后盛出备用 炒之前百合也需要煎一下 煎百合用中大火 煎到稍微有一点点 感觉到有一点点焦味 然后将甜豆倒入锅中 再补上半勺油和五六片姜片 再加入煎好的和虾 最后加入一勺酱油 做法是不是很简单呢 当和虾和百合搭配在一起 炒出来干香浓郁 做下酒菜非常不错哦 蛋糕 做下酒菜风 味噌 做下酒菜